女儿王是零年薪千万 李湘这样回答据报道 某综艺节目近期即将更新上线 本期节目首次迎来李湘王月伦夫妇的加盟 二人谈起彼此的罗曼蒂克密室时 总是不经意间就撒上一把狗粮 让脑力男团们羡慕不已 节目组在给夫妇俩大秀恩爱机会的同时 也不忘提出犀利问题 比如李湘一家七十万天价生活费的传闻 而李湘颇有烟果味的达到 他都是去菜市场买菜 菜市场的菜多便宜 现在对数 自如此敏感的他正是 在此时战演练出来的 巧妙破除不实谣言 而女儿王是零千万年薪的传闻 更是不封装影 其实这是夫妻俩的年薪 此外 本期节目的企业面试题 是如何看待善意的谎言 李湘王月伦夫妇认为 在爱情中还是坦诚相待比较好 有什么问题一起解决会更利于二人的关系 欢乐送结局 凡胜美分手 邱盈盈结婚 最悲催的角色为什么是他 欢乐送是一部教你如何升职 极恋爱的电视剧 原本是冲着老干部静东 和小鲜肉王海去看的 结果却喜欢上了二十二 楼里的五个女人 这部剧的演员都是来自狼牙榜 看到这些熟悉的面孔是不是有些跳戏 另外 谁说有意的小船说翻就翻 看到欢乐送里面五个女人 网友纷纷感叹称重时了友情 不知不觉的欢乐送二快要迎来大 结局 吴美在剧中的命运走向如何 安迪和小包总摩擦中走向美好 凡胜美向现实妥协 还是向爱情妥协 曲小肖早已大错也有人照 官居而黑化命运令人唏嘘 吴美结局大不同 提前戴戴剧透 安迪和小包总摩擦中走向美好 小包总霸气而又近乎无奈一般的追求方式 让观众觉得有不少趣味 也正是小包总这种霸道的做法 会让高冷理性的安迪芳心大动 在曝光的所谓大结局里 安迪和小包总走在了一起 并且因为未婚先孕而有了不如婚姻的重要基础 只是因为小包总母亲无法接受安迪的精神病史 让他们的情感受到了阻碍 戏剧性的是 在与包母的角力中 间接地害死了包母 给两人的感情 带来了一个不小的打击 欣慰的是 小包总并没有因为这样悲伤的打击 而放弃安迪 两人最终还是幸福地生活在了一起 樊胜美 向现实妥协还 是向爱情妥协 在曝光的大结局里 樊胜美和王百川的爱情 遭到王母的反对 遭遇阻碍的他们本可以 坚持坚持挺过去 但在买房时 王百川没有写樊胜美的名字 再加上王百川面临破产 让二人的爱情彻底走向分手 不过 樊胜美并没有因此 而落入过于难堪的境地 而是和剧中的陈家康有了发展 曲小潇 遭遇大错也有人照 在曝光的结局里 曲小潇不再那么的顺风顺水 而是遭遇了破产 那大挫折 这种打击对其他人而言 可能都是非常难以接受的 但对于曲小潇而言 这似乎成了他爱情上的一个重要推力 赵医生在他破产之后 用一句我养你 完美地秀了一把恩爱 也尽显了一番风度 邱盈盈 兜兜转转 最后还是原来那一战 第二季里 邱盈盈因为不是处女 而让英勤心有芥蒂 后者跑去相亲 但遭遇一个奇葩女 于是回头想想 才发现邱盈盈是那个最好的女孩 在被曝光的所谓大结局里 两人最终也走到了一起 不管经历了多少的麻生 这段爱情也还是有了结果 或许对于邱盈盈来说 这也算是一个很不错的结局吧 关君儿 大家闺秀问方文艺的乖乖女 一直按部就班 过着父母替她规划好的生活 支离董事是她一贯的标签 所以光小姐 一见起平无终生 在谢彤的爱里 没了理智 看到取妖精 戏弄凡和秋 她认为 她是有能力与取妖精抗衡的 直到最后 的最后 她才知道 她也一样不是对手 真是曲曲从前 没有真正针对过她 无法拥有赵医生 谢彤成为退而求其次的选择 这是小光对现实的妥协 看到她没有和谢彤在一起 反而输了一口气 谢彤有不堪的家庭和童年 谢彤被取得好奇给调查了 最后取小肖管调查这件事 赖到关居尔的头上 说是关关之使的 并找人要打谢 导致关和谢二人最后没在一起 也因为误会关居尔 大谢的大好前途给破 坏了 最后结局最悲惨的是关聚尔 这个结局你觉得怎么样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